129 標題是生人型 理不斷的 就是活人偶的意思 非夜是小玉在邊立村的忍者修行 人為了教導他 看來是住在這裡 最話中沒有調查犯人進度 是不是想讓小玉有一些表現呢? 結合上是太陽城追逐的魯夫他們 這裡他把裡面的人稱為生人型 他很生氣魯夫把他的房間弄得一團亂 還有把他的寵物打掛 這裡他在要說出房間與寵物時都臨時改口 房間是神殿 寵物是下坡 生人型倒是沒講錯 從後面可以知道他就是個中二宅 他把這裡的事物都附上了設定 就是上次標裡講的角色扮演 後面我們也能知道他自己也扮演故事中的其中一員太陽神 然後講話還刻意模仿武士 這點我上次有提到 原來他講話的樣子是刻意的 但有疑問就是 何之國是屬國國家耶 他怎麼會知道武士的講話方式 這應該是有什麼伏名 他可能有認識什麼何之國武士之類的 可是後面他又有說他看不起一般人類 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學到的 難道是有其他巨人族也用武士的講話方式嗎 或是說有巨人族武士之類的 說起來這裡提到的太陽神跟魯夫的太陽神 其實是有些不同 只要從日文來看 巨人扮演的太陽神是念作 尼卡的太陽神是念作 其實原本根本不會想那麼多 是因為這個人是假的 所以才會提到這個不同 當然最多可能只是想要說 這個人不是真的太陽神 有點文字的改變來想暗示一下 但這其實蠻可以討論的 這裡人一開始提到太陽神的時候 讓我們以為除了魯夫的太陽神以外 還有一個太陽神 但會不會其實是真的 希望一個假的太陽神 讓我們覺得沒這可能性 但不同的說法其實代表 真的有兩個太陽神的存在 因為這裡面的人所稱呼的太陽神 一定是這個巨人族要他們這樣講的 那巨人族又信仰著太陽神 為什麼要改變說法呢 這裡在逃的時候魯夫還特別跟巨人說 不要破壞樂高 看來魯夫也知道 如果弄壞中二宅的東西 就等於是要他的命 按照計劃他們要從另一頭的禁止出去 這裡巨人也注意到他們的主意 他這裡有提到說 這個樂高世界房 以前是巨人族的居首所 所以這裡原本是巨人族守備隊的地方嗎 還是說在阿巴夫的某個城堡中 那為什麼不使用呢 只是單純搬走了而已嗎 這個巨人族做這種事情應該是不被允許 現在這裡應該是很隱密的地方 有沒有人大概都離開了 巨人族用一個金屬網想要抓住他們 所謂是直接打破網逃脫 巨人族想說反正他們去的方向還有耳神 想要逃沒那麼容易 結果旁邊有人才說耳神已經被燒死了 這裡講耳神的名字叫做Gurindobani 這個字大概是從貪吃來的吧 這裡也有說他是胸爆的肉食性兔子 巨人族聽到沒有生氣 反正還很興奮 既然在他創造的小世界裡發生這種故事 他還說歷史不斷被創造 這句可能也有點對到過去太陽神的意思吧 這裡可以看到其他人類也想要趁力逃跑 他們表面上配合眼珠 但其實每個人都想要逃離這裡 魯夫為了要打破鏡子稍微 ちょっと用了四檔 可以看到只有手部有變化而已 這是為了減輕消耗吧 因為原本的四檔消耗很大 這麼一來就可以保留五檔的變身空間 那上次看到那個四檔其實沒寫錯 這是新的用法 這是因為尼卡嗎 尼卡的象徵就是自由 魯夫的招式用法也越來越自由 之前有提過霸氣還能提升的方法 這次則是所有魯夫股市還能在進化的方式 再來就是回憶 原來這個巨人是新巨兵海賊團的航海士 ロッド 想起來之前說他的手很巧 可能就是因為航海士的個性比較細膩吧 他的寵物巨鳥會出去抓人回來 可以注意到他這裡有的說法 他的巨鳥帶回來的東西不是他命令的 會帶什麼回來他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樂高世界的由來 可能原本只是他的巨鳥 剛好抓了人類回來 然後再想說創造一個樂高地方 來玩他的腳車扮演 結果剛好就抓到了魯夫一型人 而且他是知道巨兵海賊團去接他們了 所以他是知道魯夫是太陽神嗎 我這裡會疑問是因為他後面的舉動 好像又不知道 注意到這裡他說魯夫一型人都睡著了 我們知道他們是因為喝了阿布桑 可是他不知道 他以為他們是因為穿過明霧地帶才睡著的 這明顯是一個伏筆吧 但是有像這種神奇的地方也沒什麼好驚訝的 我們都在海狀世界中有一些環境永久被改變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以前的惡魔果實 覺醒者留下來的 這裡提到的棉霧地帶很明顯就是其中一個地方 他不認同船長還有令去當魯夫騎下野賊 堂堂巨人族要去當普通人類的小弟 前面不是有說他為了角色扮演更改的說法嗎 這裡有講到生人型原本的意思是 起兵零點小矮人 所以他剛剛才會小看魯夫的人 他以為那個巨兔魯夫的人是對付不了的 所以他才會有那麼大的反應 發生他預料以外的事情 但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他知道魯夫就是太陽神 那怎麼會小看魯夫 還有他好像蠻喜歡納美的 他在說納美名字時作者都會加上愛心 而且還說推 他人會在這裡就表示新巨兵海之端現在在艾爾巴夫囉 還有他要玩這個樂高士忌應該要很久的時間 所以新巨兵海賊團已經很久沒出來了嗎 還有個問題就是 海爾丁想要復興巨兵海賊團 現在巨兵海賊團已經復活了 他的夢想就只剩下成為巨人族的王 所以就不需要出海的是嗎 但要成為巨人族的王 海爾丁也不是貴族 這個夢想真的就只是夢想 只是這個說法是不是也暗示巨人族的分裂 就像現在這裡海爾丁認同魯夫 但其他船員並不認同一樣 最後讓納美放倒對方的明顯是刻意的 哈凱斯對決哈凱斯 這裡用雷霆擊倒他 還特別說是天法 他假扮太陽神去攻擊真的太陽神 就好像是懲罰對方 褻瀆太陽神